组合文件完成之后 咱们就要考虑咱们的图值 根据咱们材料去缩小或者放大这个图形 咱们的材料的外径最大是多少 我现在准备的材料是直径80 直径80半径就40就可以 我现在我在最大的位置 把这个正交打开 正交的时候打开这个正交之后 标注一下 打开正交之后 我现在做的这个线直线 它就会水平或者是垂直 我现在需要是垂直 做一段ESC退出 然后再做第二根线 中心线 我现在标注一下这个距离 99.99 99.99没标注好的时候 这个位置应该是100 100 100.3 100.3的话直径就是200 然后我现在我就需要缩放了 因为这个图太大 缩放的时候 我的直径要做到80 然后这个地方要40 40的话缩小 先缩小0.4 图形全选 然后点选缩放 缩放的时候 最后找到基点 输入0.4 缩放 缩放 点选缩放 缩放 缩放 0.4 直接直接拉也行 40 做到 38 76 做到38 直接这样的话 我是直接拉的 因为这个CED的板准不同 使用大概一样 然后看一下它这个直径的时候 咱们可以把这个图形全选 然后镜像 镜像时候镜像否 然后这个删除 重新做一个 得雷塔删除 然后重新标注 直接标注直线就可以 77.2 这样的话就可以达到 我的要求了 我的材料是80 然后长度是37.65 这个尺寸就够我用了 然后删除多余的线段 Delete删除 删除之后 咱们现在就要考虑咱们的图形 考虑图形的时候 这个03内核外线 把它关闭 否 考虑图形的时候 咱们这个外形 首先要考虑一下咱们的刀具 会有一个 刀补 咱们的材料长度 做到60% 这个尺寸是不要的 这是辅助线 咱们现在就需要画各种辅助线 把这个图形做出来 这个线最后是要删除的 现在先留下 先车焦点 然后呢这个图 咱们车的时候 大概车到这个位置吧 车到这个位置这个地方留个切口 留个 1公分 留上10 留上10的切口 这个位置就过来 然后这个位置 到时候这个线也不要了 现在做各种辅助线 把这个图形怎么更好的撤出来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也不对 咱们中心线还是要做出来 做出来之后 材料的直径 80 80的话咱们就偏制40 这一个 叫偏移 点一下偏移 然后偏移的数据是40毫米 每一个板米都不一样 偏移 偏移距离 40 回车 然后点选 不让转了 直接直线 数一个40 过来 然后从这个位置 这个焦点就是咱们道具的起点 这个焦点是道具的起点 让它找到联系的时候 这个位置就可以删除 这样把它移出来 得来的删除 删除 外界的话 咱们需要的 我把这个外界的颜色给它变一下 外界的颜色是这个 不需要的地方 键盘 点开大写 大写完了 T R 两次回车 现在是 剪切 不需要的线段 这个位置的时候 咱们的这个线 也要偏移一下 因为有些时候 它这个材料的不准确性 要偏执出 两毫米 从这个位置 输出 两个毫米 五个毫米 然后找到它的焦点 外线 先给它移出来 移动 先随便移动一个位置 这个线 咱们先加上五毫米 等一下再说 为什么要加 现在TR 两次回车 多余的线段 减切 这个图形 就是咱们现在 需要加工的 外境了 然后另存为 零三毫米 应该把它 新建一个 Ctrl X Ctrl V 再一个 另存为 零三毫米 这个图形 咱们现在 还是要编辑一下 中心起刀 这个就不要了 中心起刀的时候 它这个要编 要编辑一下 咱们先 另存为一下吧 咱们现在 重新复制 Ctrl X 减切 然后 Ctrl V 粘贴一下 这个零三毫米 先关闭一下 否 否 然后 把咱做的这个 零三外 重新保存 如果刚开始 做的那个 像 单独存的时候 咱们也可以 咱们也可以 零三内 这个图形 它是不一样 是我加了五毫米 咱们也可以 另存为的名称 可以是零三内 或者是 再单独再存一个 就是想保存 之前的的话 这样的话 外形做出来了 稍等一下 做详细的路径